记者吴婉婷纵合报道 日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阿勒坡最后的男人揭开叙利亚内战面纱 该片讲述自2011年起叙利亚爆发内战 总统阿萨德联合军持续空袭阿勒坡 当地人民于是自发组成白亏部队保卫家乡 导演菲拉斯法耶德不顾生命危险 扛着摄影机跟着轰炸跑 以白亏部队三位创办人的视角出发 带领观众目睹阿勒坡为城站下的荒凉废墟以及人道问题 奥斯卡颁奖典礼金登场 但就在10天前据祖狱前网络商机出席典礼时 叙利亚政府拒绝给予片中主角穆罕默的护照 也发生了制作人卡里姆阿贝的入境美国遭拒签的事件 为此导演菲拉斯发声明表示 那些握有权力的人试图阻止人们诉说真相 也呼吁艺术家们联合起来为真相而战 该片已在《查尔路》即使影音上映 纪录片阿勒坡最后的男人揭开叙利亚内战面纱 导演叹真相被大众看见 《查尔路》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